林口中校路504巷内的一栋大楼住户 他们就向蔡淑君服务处来反应 在大楼出口处的部分有测量随意的来停放 造成他们进出相当的不方便 所以日前相关人员也来到现场会开 也表示的确这样的问题向道是不容许来停放 所以向会在附近划设红线 近期之内改善他们的这项问题 位在林口中校路504巷内的这栋大楼 有居民向市议员蔡淑君服务处陈勤 大楼车道出入口及住宅门口常有车辆随意停放 使得住户的车辆进出不易 希望能够会设红线禁止车辆停放 以改善大楼车辆进出困扰 这个大楼的车道出入口 都会有一些民众违规停在路口 然后就妨害他们的车道进出 那建议就是说在他们车道口 就是规划红线跟部分的机车阁 这部分我们请新美市政府交通局 过来线刊评估同意 就会在这个社区的车道口 规划若干的红线跟机车阁 一样这部分在一个月内102年12月7号前就会做好 交通局表示依照向道现况 将会在大楼车道口绘制红线 向道内加设计车停车阁 预计在12月7号前可以完成施工 届时将可改善当地交通问题 永嘉乐记者林口采访报导 永嘉乐记者林口采访报导